陸路的運輸對於香港是非常重要的,尤其是行政長官在去年的施政報告裏都說,香港的航空運輸的樓樓是首位一指的,也是需要鞏固的 但是在我們陸路運輸的問題上,沒有辦法通關,沒有辦法去運輸,現在6000多個貨運司機沒有辦法開工 他們的問題應該如何解決呢?行政長官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去開通陸路運輸,對於我們香港航空業以至物流業的打擊也是非常大的 在這一方面行政長官有沒有辦法,或者有沒有什麼措施可以令到有關的物流可以盡快開通,令到我們的物流業以至航空業不至於受到更大的重創呢? 還有那些司機有沒有辦法是可以更加保障他們的經濟,令到他們盡快復工呢? 近日的問題是因為深圳市,或者整個廣東省,或者內地很多省市,現在是出現了一個地區性的感染的個案 就令到他們要更加小心防止從香港輸入了一些感染的個案 隨著深圳穩控了疫情,也可以重新開通 不過我們也有責任不要輕易輸出一些感染的個案 所以我們對於跨境的香港貨車司機都有更加多在口岸的要求 除了做快速測試,又要做核酸測試 又要減低跨境的數目 又要如果你的公司,跨境司機過了去感染 我們可能有一點要懲罰性的措施 務求可以保障到我們沒有輸出這個案 所以我們可能已經要不穿香港的被控制了 即是香港本身對中國有限度的行為 しか過後,我們也會特別令到那個香港本身的企業 除了香港本身對香港本身對香港的權利 因為香港本身對香港本身對香港本身對香港本身定guid